大家好 我今天来说一下我怎么样让这几棵因为干旱死掉的绝树重现生机 前几天我不是说了我看到有别人家的花园有立体花园 但是他们是把棕榈树给旁边种上凤梨和兰花 那我一想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这几棵其实也是纵向的长的这种不高的这种小树 它已经死去了 那我也是不是也可以这么样种呢 我查了一番确实是可以的 凤梨树尤其是凤梨花 你看我这吧这么多 它长得没事一个左一小瓶又一小瓶开起来没了 那我就可以把它们呢也转移到那个上面去呢 树上去呢 它其实也可以长 而且呢它本身这些花呢 这个凤梨花它不是需要土壤来长的 它其实是希望能够在树的侧面 它只要搭上一块 只要有雨水它就可以长 所以呢你表面上看它有一些所谓的根茎 连在一起的 但实际上那些根茎呢 它不是用来输送养分的 它其实就是长出来了以后连在那儿 它能够让这个花呢找到一个地方呆下来 延伸用的 所以呢那我就可以把它的这个 颈啊给它剪下来 要留的长一点 这样的话呢你可以拿它当簪子一样 把它扎在这个树的侧面 你看我这样就剪下来 把它这个小一点的带着这个长的 我给它多留一点给它剪下来 你看一个一个的哈 然后里边这里边一边都有水 有的时候还有蜘蛛啊什么的 你还得注意点把它给它弄干净了 拿出来 你看就上那里边把这个 我一般的呢就把这一块地方上 因为它呢是可以层层叠叠的长上去的 所以呢你为了能够让它不显得太乱 我把上面那个重叠多余的部分啊 给它剪下来 你看就是这种看到吧 它剪下来不影响观瞻的 给它剪下来 当然这个剪完我后悔了 你看这出了一窟窿 但是多数情况下呢 它不会出窟窿的 因为它是一层一层螺着长的 如果你要是不注意的话 就是它这些小花瓶啊 它能长成一个大山包一样的 全是一个螺着一个的 但是缺点就是它下面的 实际上因为见不到阳光嘛 可能会看着不是那么好看 上面的它会亮着 而且呢这个凤梨呢 它有一特点 就是它那叶子特别软的 你可以把它种在阳光弱一点的地方 叶子硬的呢 可以把它种在阳光强一点的地方 这样的话呢 它就能够适应它原来的这个生存状况来生长 然后同时呢 再拿出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绳子 我看了我现在开始用的这个绿色的这种 它是里边是铁丝 我想它可能看着呢 又是绿色的 又挺坚挺的 应该还是挺好的 那后来我一想 这样不太合适 因为它完全是绿色的话呢 它一个是你上面绑那么多硬邦邦的 并不是很好看 而且呢多数我看它们在网上 就是往树上绑的那些 它那树是光溜溜的 所以它需要绑那么多 我这个其实不是 你看它这个绝树 它的侧面那个树干是往下插的 看到吗 是这样 所以我直接把它别在这就可以 那么为了能够让它那什么呢 稍微给它一点这个固定就可以了 所以我就找了一个这样的 类似于这种麻绳 这麻绳的颜色是这样的 它下点雨呢 它基本上就和这树呢 也差不了太多的颜色了 我先开始的时候 是在这一单个的树上 给它捆上 捆上一单个 一阵一阵的给它捆上 这样捆上的好处呢 就你用的麻线特别少 而且显得呢 就是不是很突兀 但是后来我发现呢 它那个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 它劈开了 它还是容易这个什么的 还是容易容易掉下来 因为它这干的这个绝树 这一块它你看了吗 那个旁边一弄就掉下来了 所以呢你还是需要 给它担上点劲 要不然它就挂上去以后 弄不好它就老朝下 它这皮啊 你还不能让它朝下的太厉害 你就让它朝上 它才能接雨水 因为它靠的是雨水生长 所以呢我这就等于是 又再重新的把它捆一下 捆的呢 尽量能让它 过了一段时间 它就可以从侧面 长出一些小根茎来 扎在这个树干上 因为它们一般的 你看往上树上捆的时候 它一般要放点 所谓的peat mouth 就是那种干了苔藓 然后那种呢 等于相当于把它给弄上 它就可以软软的 搭在那种松软的 这个土壤里边 但是这种 你看这绝树的侧面 其实满满的都是这种 像苔藓一样 给它弄上以后呢 它头都朝上 然后给它浇上水 这样再过些天呢 它就能够长成一个 很好看的小花园 同时我再把另外有一些呢 绿色的你看了吗 因为它更加适合阴凉的地方啊 所以就再往下 直接种在底下 到时候它就可以沿着 这个往上爬 这样画的 我的立体花园 争取能在不久的将来 就能够真正的实现 死去的树呢 也能够重新回复生机 说到这里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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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